大家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你们在医院里认识医生 医生会不会告诉你十年前五年前 孩子得的病 孩子的体质跟现在孩子的病的体质一样还是不一样 他对十年五年这种孩子的变化感触深不深 特别深刻 对 就现在的食品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孩子的问题特别多 就是出生新出生的婴儿问题多到了难以想象 其中一个特别典型的变化 告诉大家这十年最大的变化 中国什么东西数量翻了十倍 妇女的糖尿病 孕期糖尿病 以前很少妇女有孕期糖尿病 现在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妇女会可能出现什么 孕期糖尿病 这个跟我们的饮食关系特别大 由于孕期糖尿病最后导致了结果 那最后就出现了特别多的问题 这都是跟现在的饮食有关 吃的东西都是假的 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你们知道现在你们的酸奶 真正的奶是比较稠的还是挺稀的 挺稀的 对 你真正到国外喝奶都挺稀的 哪有中国那种粘稠的牛奶和酸奶 里面加的知不知道大量检测 都是橡胶内的 然后更逗的是 你知不知道大量的你们现在吃的火腿肠 吃了很多猪肉里 你们猜猜有没有肉 对 没有肉 一检测没有蛋白质就是没有肉 都是拿淀粉跟油脂 跟现在的食品原料一块做出来的 因为这是油脂做出来的 所以你吃也加淀粉 有没有肉的感觉 有 但是一拿去检测连蛋白质都没有 没有蛋白质就意识到有没有肉 没有肉 所以现在的社会都是这样子的 大量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为什么影响特别坏呢 越到三四线城市 越到乡镇 这种景象越什么 越厉害 充斥的满大街的食品 你要下去检验 几乎没有什么真 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